1937年7月7日 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昏定全中国的罪恶野心 悍然炮轰宛平城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大家好,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 刚才看到的这一段影像资料呢 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它发生在宛平城 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宛平城的城墙的外观 这一天呢,是下着大雪 我来到了宛平城 咱们眼前看到的是宛平城的西门 西门呢,叫做威延门 又叫永昌门 从这里一直向东呢,是顺治门 宛平城是我国华北地区 唯一保存完整的两开门的卫城 是明王朝,为了防止农民起义军进京 历时三年,也就是从1638年到1640年而修建的 开始呢,叫做巩集城 到了1928年,因为宛平县衙迁入了城内 改名为宛平城 东西两门还有两座瓮城 这就是宛平城内的情况了 内部的建筑呢,都是仿明清的时候的建筑风格而新建 城内新建了一些个商铺 但是游人很少 旅游开发资源运用的不是太好 还有待于更好的开发利用 对面看这个狮子比较明显 这是顺治门 这里呢就是从西到东走过来640米 出东门 东门叫顺治门 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宛平城的城墙 墙上呢布满了很多的枪眼弹壳 这有一个牌子 上面写的是1937年7月7日 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 从此中国人民打响了抗日战争 此处为七七事变日军攻打晚平城 留下的弹坑 中国人民对于侵略战争进行了顽强的反击 您眼前看到的是宛平城南侧的城墙下 摆放着一排排的青石骨 都是书法家名人提写 上面写着日寇清华的累累罪行 开始我也没有闹明白 后来查了一下资料 显示 这些石骨都是蔡学士制作的抗战纪念石骨 它出生于广东 城海 原来呢是汕头著名的书画收藏家 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 它从陕西购得食材 之后便请各地的书法名家 或者社会名流 为石骨书写名文 名文内容选择的是中国史学会编撰的 雪正 清华日军暴行 计时日志 它请到的名流 有国民党元老陈立夫 国画大家赵少昂 老舍夫人胡执清 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孙义清 他们都纷纷挥猴 赠字 如今摆放在宛平城下的石骨呢 大概就是几百只 大部分呢都放在了附近的丰台 世纪森林公园里 让我们再看一眼这个宛平城的城墙 记住这段历史 永至不忘 感谢您的点赞关注 下期再见吧